汤唯因为出演了一部韩国电影 成了今年嘎那电影节唯一的中国演员 而该片导演也凭借此片 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苦等数月的新片《分手的决心》 今天他终于来了 故事的开始 是发生在一处偏远的小山区 警方接到报案有人坠牙身亡 等他们赶到现场后 通过死者的随身物品 很轻易地就推断出了他的身份 作为一名专业的登山客 加上这里人言罕至 小帅初步判定死者是意外身亡 可当警方找来死者的妻子小美的时候 她的回答却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随后更是从她的指甲中 找到了死者的皮肤组织 这下小美成了头号嫌疑员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他们只好先把人放了回去 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 丈夫死亡的当天 小美正在一个老人家做家庭看护 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小帅并没有放松警惕 作为警察的直觉告诉她 小美跟这起案件一定有什么关联 她开始24小时的跟踪 不料就是因为长时间的接触 她对这个有着神秘色彩的女人开始着迷 也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小美亲手为病重的母亲安乐死 因为父亲是个韩国人 所以她才来到了韩国生活 渐渐的小美也被小帅的气质吸引 暧昧的气氛逐渐在两人间升温 小帅清楚地认识到 尽管自己已经有了家事 但是还是没办法抵御内心的欲望 她还是爱上了小美 甚至和妻子约会的时候 都会时不时地想起她来 小美也在这时找到丈夫的遗书 还有一些诈骗被举报的证据 她将证据全都交给了小帅 而此时小帅的主观性 已经无法使她理性思考 自然而然地偏袒小美 加上案件拖沓时间太长 高层也一直在施压 她将证据提交了上去 案子也在没多久后就结案了 至此以后 两人的交往更加频繁了 他们会一起讨论未侦破的案件 看着满墙照片 小帅诉说自己有着严重失眠 或许跟常年的办案经历有关 为了缓解她的压力 小美总会耐心安抚她紧动的神经 小帅也因此很快进入了校 她也会买来小美喜欢的书 为她学习中文和文化 本以为一切都会往良心的方向发展 不料在一次例行回访的时候 小帅从小美看护老太的手机里 发现了一个秘密 而这个秘密 竟直接能够证明小美就是凶手 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平时也是傻白甜 关键时候总能化身福尔摩斯侦探 所以说永远也别小瞧女人 眼前的女人为谋杀老公 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 还能够伪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小美先是以工作为由 拒绝了丈夫的登山邀请 随后来到看护家庭 趁老人熟睡之时 利用自己和老人的手机兑换 等小美来到山区 先用老人的手机汇报工作 伪造不在场证明 因为丈夫每次爬山都会开直播 所以小美选择了一条难以爬行的路 确保能够完全避开丈夫 而后等丈夫来到山顶 在悬崖边臭屁的时候 小美抓准时机冲了出来 一举将丈夫推下悬崖 由于人烟罕至 丈夫的尸体并不会很快被发现 因此她有充裕的时间 回到老人家把手机调换回来 令小美没想到的是 老人家的手机里有这么一个 专门记录出行情况的 而老人家瘫痪十年也未曾出过门 手机上自然是没有任何记录 小帅就是在手机里发现 在丈夫意外坠崖的当天 APP上产生了一次记录 此时小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她带着手机沿着线路爬上山顶 结果发现两次数据竟然一模一样 这下足以断定小美就是杀人凶手 显然丈夫的遗书也是她伪造的 得知真相的小帅并不开心 因为此时她已经深深爱上了小美 她找到小美表明了心意 并且提及了此事 优思过滤的她并没有注意到 小美偷偷打开了录音功能 反倒是提醒小美 要尽快销毁老人家的手机 随后便离开了 理智和情胆的煎熬 使她主动掉离了这座城市 回到了妻子的身边 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年后的一天午后 小帅和妻子前往菜市场 不料身后有个熟悉的身影慢慢靠近 来人正是小美 还有她第二任丈夫 是的 她又结婚了 此时的小美轻尸粉带 却显得格外动人 一下子就把小帅迷住了 两颗尘封的心 随着这次相遇又开始逐渐复苏 一段时间后 小帅接到了一起报案 有个男性死在了自家永时 无巧不成书 死者正是小美的第二任丈夫 这个女人一连害死两任丈夫 不仅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还都是同一个警察的管辖范围 小帅对此也是十分头疼 因为她知道小美有前科 所以潜意识里 就把她当作头号嫌疑人了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小美还有不在场证明 丈夫死亡的当天 小美正在海边散步 有人拍照时留下了她的身影 这下小帅总算松了口气 但是还是将人带回了警局 因为他们发现小美破坏了第一现场 而小美之所以这么做 是她意识到小帅会来调查 为了不让她恶心 才把泳池清理了 同事这边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他们发现凶手是个左撇子 而恰好小美是右撇子 这下小美彻底洗清了嫌疑 而不久后真正的凶手也落网了 原来小美的老公是个诈骗犯 她将老人骗得倾家荡产 老人也在不久后在医院离世 老人的儿子认定是她逼死自己的父亲 一气之下就把她给杀了 这下人证悟证据在 案子并没有什么疑惑的地方 而小美也将小帅约到山上 夜晚大雪纷飞 他们开始最后的道别 小美将当年的手机交给小帅 希望她能够重启案件 她十分了解眼前的男人 这一年多一直被这件事所困扰 自己也是因此才来到这里的 两人紧紧拥抱 只是短暂的温暖并不能代表永恒 原以为事情将告一段落 不料他们却在海里找到小美老公的手机 在小美与丈夫的消息里 被提到最多的是一段录音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帅迅速地将所有事全都串联在一起 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年小帅找上小美的时候 小美偷偷打开手机录音 为的就是小帅的一句我爱你 不料把小帅袒护小美的话也录了进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小美都会翻出录音来听 沉浸在自己营造的温柔箱里 不料这件事被二任丈夫知道了 她时常威胁小美 要曝光录音让小帅名声扫地 忍无可忍的小美心生已紧 她前往医院加速了老人的死亡 因为老人的儿子曾扬言 老人一旦出事就会杀了丈夫 果不其然 她还是没忍住对丈夫下手了 小帅怎么也没想到 为了自己 一下子竟然牵扯到三个人和两条人命 一边是警察的职责 另一边是内心的选择 人们在抒发爱意时总是轻描淡写 却又真诚而热烈 小美看出了小帅此刻的纠结 她也替小帅做出了选择 她来到海边挖了的坑 准备让涨潮的海水淹没自己 也带走这段不可能的爱情 等到小帅感到时 只看到了小美的车和手机 却怎么也找不到她的踪迹 海水抚平了大坑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但是挖在小帅心里的大坑 却是一辈子也填不平滑 电影《分手的记忆》 讲述的是一段愈合难填的恋爱 一场无疾而终的感情 也由此祝愿观看视频的宝子们 能够心知所向 得偿所愿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